5月底的時候在台南傳出了 一起豪宅招欠案 警方帶到嫌犯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當時警方清點這一個塑膠袋內的這個物品 嫌犯是自稱這個袋子他拿回來之後 從來都沒有打開過 原來這裡面有這麼多的珠寶 這起欠案是發生在5月底的時候 當時屋主正準備開車出門 但是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居然從門後跑出了一名男子的身影 他捏手捏腳的進到了這一個建築物裡面 而且是順著樓梯到了樓上的臥室 翻箱倒櫃找出了這一些珠寶之後 離開的時候疑似為了閃避監視器 所以特別還打著傘 警方表示因為這一個沒有下雨 但是直接拿傘的男子 實在是行跡太過詭異 也因此透過了監視器畫面 尋現找到了這一名嫌犯 拘騎切案 屋主表示當時疑似是因為 清潔人員忘記把這個門給關上 所以才會遭到這一名嫌犯低上 而且嫌犯來了第一次之後 疑似要來第二次 結果被發現才會趕緊落跑 警方依加重竊盜罪 被霸人移送